美国海军近日又正式接收了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 尽管该舰因为问题过多,曾惨遭除名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是世界顶级驱逐舰之一 这款驱逐舰排水量近16000吨,比055大驱还要大一圈 因为各自代表了两国驱逐舰的巅峰工艺 所以朱姆沃尔特经常被拿来和055大驱进行比较 可从定位上来看的话,这两者几乎没有可比性 朱姆沃尔特号称未来战舰,美国海军对它寄予了厚望 可黑科技满满的它却命途多船 在原本设计中,它是一款多用途水面舰艇 可进行防空、反潜、对陆火力支援的任务 可在后来的建造中逐渐倾向于对陆攻击任务 其两门AGS舰炮,装要量是美国现役MK45、MOD4、舰炮的三倍 最远射程能达到185公里 有强大的压制能力 不过由于炮弹价格过高,一发就要100万美元 如此高的价格,哪怕是财大气粗的美国海军也顶不住 于是火炮系统测试还没完成,就结束了 后来再加上全电推进系统以及其他系统问题不断 被美国海军从作战序列中给开除了 可由于中国海军飞速发展 美国方面又把朱姆沃尔特给弄了出来 进行了一番改造,计划使用电磁炮 可后来不知道是咋回事,他们又决定停止研发电磁炮 所以现在看来,朱姆沃尔特很可能用的就是普通炮弹了 不过就算是普通炮弹,依靠AGS舰炮 其火力还是相当凶猛,可以短时间内向陆地投放大量炮弹 与朱姆沃尔特这种侧重对陆攻击的新型战略舰不同 055大驱是货真驾驶的驱逐舰,主要任务是区域防空 凭借巨大的动位,它承担了更多的垂发单元 可以装填多种型号的防空导弹,组成多层防空网 为几方舰艇编队的空域安全提供保障 同时它甲板比052D驱逐舰要大很多,可以搭载更多的直升机 这让它也拥有了很强的反潜能力 所以055大驱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充当航母的带刀续卫 保卫航母编队的安全 而朱姆沃尔特一方面是主要进行对陆攻击 当它出马时,战争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已经被美军给掌控了 它只管凭借强大的火力,覆盖陆地上的敌方阵地而已 另一方面是造价高昂 他已经由原来的32艘砍成了3艘 数量很少,但是由于强大的隐身能力 他只能单打独斗,不然就太浪费自己的本领了 因此他很有可能连055大驱的面都见不上 综上所述 055大驱和朱姆沃尔特一个主攻防空 通常与编队一起行动 另一个主攻对陆打击是一个孤狼 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 就好比是问一个数学家和一个文学家谁更厉害一样 这样比的话,把伯克三和055大驱放在一起还比较合适